这番棋将解是攻打长沙 2022年的元老赛 红方是他一名黑方女亲 开局是对兵转中炮 对战平风马阵型 到这形成一般阵势 黑方进边族 红方就出横拘 这儿黑方从边线杀出 红方的话平炮 石头出去抓炮 黑方就平炮盯着你 那么红方把拘两出 黑方谋取了实惠 到这儿的话红方迫使黑方优队 然后呢黑方索性 也跟你换一下 你不换的话居过河要吃马 所以就换掉 红方抢到的是兵三斤的先手 这里是一把飞刀 黑方如果你要对杀可以 对杀的结果将来 这儿的话随时可以打掉 也可以去冲 那这个结果就是我这边 又可以打足又可以打相 还可以打中足 所以到这儿的话你相一丢中足一丢 肯定就危险 但是你这个棋如果逃的话 那过河足被吃掉也不行 所以这很明显 红方这两个炮可以跟兵配合 而黑方一个单足是没棋的 所以这样做下去的话 他肯定不满意 那么黑方就上 那红方也就上 避免被他再制住了 这儿的话要威胁中路 对方上马护住 简单交换的话 这边炮一打 那你剩俩炮肯定不行 所以呢红方决定冲过去 黑方抢先去打 目的还是把你吃的剩两个炮 到这儿的话可以打相 但是呢这个棋将来会丢兵 那黑方多足就很危险 红方飞向把马逼退 然后看着兵 黑方进足驱赶马 逼你去交换 由于红方就一个马不敢换 那黑方就把这兵控住 然后红方冲中兵 那这什么意思呢 故意骗你 你过来之后我就打你 你这里走之后我就打掉你 换完之后兵我进一国喝 这样的话肯定可以把这个足吃掉 所以这个棋的话你要想赢就难了 随着这儿啊 黑方暂时不敢轻击妄动 不是 红方这里弃马 有一个炮打相偷杀 所以闷弓啊 你不敢吃 知识的话 就上马踩你一下 先逃离险地 对方打掉之后 红方也可以直接打 双方继续对杀 这个棋大抵军士 炮三平五的话 多走了一步棋 他是想强行冲中兵过去 你才会打 但是人家一弱势 你还得打将这样的话 黑方这个马就活了 这儿他出去 红方呢 对这个棋有点自信了 他认为这个一回马 平炮 对方就危险了 黑方到这儿的话 可以考虑啊 足一进一 这俩足连起来 就比较厉害了 因为这边呢 是有惊无险 走左二平三是挡住对方 不让他马回来将 比如说我先走足一进一 你这个炮一平 然后呢 这个棋虽然说 这个马将军很厉害 不过黑方可以呢 弃马砍炮 一旦一交换 这老将一进 我们再看 黑方马破双足 这个棋是有机会迎起的 那么 这儿选择是 左二平三 结果呢 这里就平过来 那现在飞向 用枪 就把对方困在这里 这儿的话 看似马一换 剩俩炮 红方的平炮 黑方仍然去世 接下来这个棋啊 就简单给打掉了 然后呢 对方正常可以进 炮一平五的话 红方就冲 黑方不是 想把炮击在这里 那么红方也就 点进去 黑方上马 想要去踩 红方就平兵 反正你不能换 一换就合棋 不换的话 将来他看住了 随时可以抽你的兵尺 黑方进来不让抽 红方仍然是打 那么这里 你这路向还是将军利用你 所以到这儿以后 黑方准备了踩霜 那么最长棋的话 红方炮击 如果这个马被压住的话 就三个子攻着他 你现在还顾不上进攻啊 那也有问题 所以临场黑方 只好选择交换 求稳 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棋啊 红方射两个炮 黑方射马炮足 但是红方身上拳 不过黑方有空头炮 现在黑方想利用红方 红方就退回 这个残疾功力很深厚呀 对方你想打相 不然你打 那对方跳一将 到这儿的话 黑方是想走一个将军吃相 结果呢 这个棋有点着急 应该先进足 找机会平足过来拱炮 然后呢 这个三子煮杀 比较积极一点 黑方急于吃相 那红方也就飞相 顺手打着马 而且把对方这个足给吃了 对方以为回来跳马将马后炮 不料人家向掉之后啊 你这里将他上来了 你再过来 他可以挡你啊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看着好像啊 有一步回马将军啊 好像是这里只能电炮了 然后这里呢 就把对方炮 可以捉死 不过呢 这个棋红方有巧手 可以跟住你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你换掉也是没棋 你不换 你肯定杀不到 所以这个棋啊 对心 可能想的是有点简单了 认为可以吃个炮 没想到有这么一个巧手存在 结果到这里啊 只能放弃 这样的话 你吃了一个象 丢了一个足啊 开始的话 两个足它又没有去掩护 它过河 现在导致一个足还丢掉了 那现在这个棋就很难引导了 那么接下来到这里啊 因为红方缺个象 黑方还想纠缠一下 但是这个象你还不敢吃 吃来进老将啊 抓死你 那么这里前的金炮 准备消灭它 这儿的话要强打 红方也就进 不怕你 关于这样的棋的话 如果你打掉会怎么样呢 那么红方苦如记 推炮 你现在推炮以后 它这里捉 你的炮跑不了呀 你再将它再给你放个炮 总之肯定要给你换一个子 一旦一换子 必然成何 所以到这里 看着是像不敢吃 黑方选择回马 找机会踩双炮 红方就抛一平五 这里直接看住 那么对方上马戏去踩 那红方抛三比四 就引你过来 然后你要吃我就出帅 这样换掉你也没骑 跳江的话就进去了 没用 所以的话到这里 对方退回 意思是我踩相 踩炮 打相 这样的话 如果能把你的相偷掉 那这棋 你一丢相就有机会 这儿红方守得非常稳固 推炮回来 不管你打也好 踩也罢 他这个棋老帅一进 就把你给围住了 那这样的话 你就没骑走了 所以对这样的棋 不敢 那这样的话 对方 现在他走的是退回 找机会跳江 换个位置去吃 红方还是进来 你江的话 我就下 先去看你敢不敢吃 现在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踩 一个是炮打 我们先来看 如果说你炮打 那么这样一个棋的话 他将来应该来说 就是要上老帅 因为他有一招 炮色金 打马又吃炮 这样的话 就把你炮给捉了 那么这样的话 对方肯定不敢 他会选择 踩掉的话 那这里 红方也是上帅 黑方虽然说挤住之后 红方这几个子欠行 没法动 一动这马就要逃 但是这个时候要注意 红方不会竖着走 他会横着走 这样一来的话 你怎么走 你炮一走 打死马 你炮不走的话 现在你的马动不了 老将一出 将来这个棋的话 他又把你扣住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闲走一步 眼看不地方困住了 但是这个棋 你还脱不了身 因为红方有一招 炮四进三 非常精彩 现在抓着马 你不走就吃你的马 将来你可能还要收工 这儿的话 你一走 他就有一个炮一将 你还进不去 等你落势的话 那就冲泡杀起了 所以到这儿的话 你看着这里是个像 你还不敢吃 那么到这儿的话 确实是啊 关云长当时攻打 长沙的时候 遇到黄中 九宫不下 反而还中了一件 所以呢 黑方这期啊 可惜 马炮足没应到 结果人家把足给骗吃了 到这儿 只能接受和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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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